门也没开 那换是没有任何的信息 划车到近点 完蛋 看到了 正好下这个定点 其实反应已经很快了 第一十年套下 但没有想到755 这波已经是一波定点的输出 755这个切枪差点把自己切没了 是 长龙是过来想要看一下情况 看一下刚才尾神这辆车停在哪里了 原点又出枪 想要上来拿信息的 直接被留在了这里 并且队友也保护不到 PEL是想把地形往外扩的 4M是再往东部的海岸线边去延伸了 但是南边的悬崖上是有队伍的 凶探了伤害 跟车一起 Forever继续的一步扫车 而另外SFCG和HQ两边撞到了一起 这没有退路可言的 HQ先打一个 落地先打换了喷子 这波要死守这个三层 等队友了一个支援 但是这个过点被抓住了timing 又是一环 现在HQ依旧人数领先 不出去 Blow some way 最后一个了 没子弹 尬住 哎呀 这个渣篮被打烂 人也没了 最后一个 这个渣篮都打烂了 人没事 不符合黑猪的身材呀 是的 他有点EMO了 EMO住了 EMO住了 无了 无了 而且他人头没补 更EMO了 那HQ等于是无伤接下 晚上可能又看到不一样的朋友圈了 哈哈哈 一会儿黑猪要发那种深夜EMO 网易云 一个大的 哎呀 两个车撞到一起 另外特佩罗 悟空要接车 悟空这个位置第一波打不下来 又吃雷 大吉隆哥的雷已经丢过来 就在坑边 就在坑边这个雷要补人 哎呦一补这边配上枪线又带走了一个一瞬之间 但这个雷差点把队友给炸了 好险 怎么有人把车还弄 哎呀AZ的雷把马云龙炸了 马哥这波他是开过去了 然后又开回来了 主要兄弟我这个雷已经就是拉栓了 这个就是回不来了 糟了糟了糟了 这波又来人了 但是环卖路过了 龙泽泉跟永远两个人路过 这里有一个厕所的 可以直接进去 但是这个厕所的门口是被直接 这个只有零数 一个人 二亲一啊 来了 是的 这个就一个人顶过来 这位置队友架不住啊 小唐顶来的是先放倒了一个侧面的崔七一 能不能找到一波机会 还被昏倒 再回去后面有人来劝加FYB 我最怕手雷 王仔没子弹了 雪亮还比较健康 这天马三兄弟在一个地方 这个眼睛也太细了吧 小唐 能打吗 后面十七来了 这波小唐还在 FYB只能向前冲 再Pick 终究打赢了 是的 我感觉这波十七收割来了 三个人同时的压境 雪亮先抬一抬 就在这个被迫后面 位置锁定了这边 小五弟弟的出手将许臣给带走 哇两个队的盒子满打满算 道具还没怎么 北线CTG也帮自己驾 多舒服 WC摇动了 4M最怕的是后面的圈形刷完了以后 自己南部的那个石头 诶 怎么倒了 小叮当这边是 甜点雪亮 TT是分开防守的烟雾弹太多了 现在完全支援不到 这颗火烧过来 没烧到 走位非常灵活 天天一颗雷 是把祭祀杯被炸倒 Ninja被M200给拔掉了 射手被弓下来 WC找的时机非常的好 交边 差点把自己牙干 幸好不是胜爆 但这发手的就有了 扎倒了一个 天地地 侧面拉出来 想要打一步出其不意 打成了 第二个人在掩体的后方 载具后面确实打不到 修脚修的背劲 侧面天路来 来劝架了 WCG也想来劝架 萨莎过来磨分 天天被秒被捕 近点HQ还有两人 天地地一人守房子 先打一个 567577 这个数字双子性 直接是踩住了这个位置 拉开枪线 而另外一侧 WCG人这个位置 就是来看看 好像也K不到什么分 看能不能卡住一波退 这边近点 洗头了 打了一个 这把化身托尼老师 看KRG去攻Pero了 KRG直接把Pero这个坑打掉 就像Pero刚才 打这个坑一样的效果 瞬间融化 这个位置是真接不了 龙东圈还K了一分 还不错 主要是有减员 有机会 另外在NC 这个WCG也来了 要踩这个坑 第一时间先接一个 打了个2TEMP 天妹满边来了 上下夹击 KRG也没得操作 只剩柠檬一个 在烟中自闭 也一颗雷带走 一瞬之间被融化掉 正面天妹 WCG的架还没有打完 但是从地上来看 TEMP的位置更好一些 往烟里去投掷手雷 去排排位置 再补一个侧前的烟 看到了 这边 露露锁定了577 17也开始攻防了 是的 SMC那边 17就是一套 3G套倒在了 经典没枪的内部 不然是SRK跳喷 喷不到 速九手雷立功 今年炸掉了 再打一个烤鱼 小鬼跑进来了 烤鱼拿一根火略想尴尬 是的 刚配奥那边 不就是有投掷物 那个问题吗 说了点小小的问题 哇 这个雷丢的 盲事也丢 速九直接开始攻防了 那他可以先进咖啡楼 从旁边再打开突破口 咖啡楼的二楼 是可以直驾的 武弟弟在外围 驾到了轩子的撤退路线 小轩子被打架 天路来劝驾 速九被擒 天路这一波台名 抓得太好了 小童卡在了车后 找一个安全的地方 旁边二层楼正在打架 天路拿下咖啡楼 直接窗口直驾 很随意地丢了一颗雷 但是有效果 随意间就直接把两分给拿了 就感觉交友好随意啊 我捏两秒一丢 然后回去要看一下情况了 拿两分 你感觉它是个排点雷 它不是一个输出雷 对吧 这个没有想到是有意外收获 是拿下了这个十七两分 这个防区基本是可以拿下了 另外一次 经典雷波撞击 确实这波要出来接 天梅也被远点抽的 不太舒服 是的 牛海匹跟CTG 北边这么一点机会没有 三星一打鞋筒 但对方是把喷子 今天是见过喷子一穿三的 一听1897 立马往后忍 别急 拉一下 先扔雷 排排好吧 找位 天了 都是提前枪 还在秀 他还在甩 他一个人玩得好溜 没子弹了 我人看啥了 他要是子弹 就是 就是是把DBS的话 我感觉 转起来了 他这提前枪的台并 抓得非常好 对 周平安队友架主 然后周平安开始 干拉 干拉被发现了 跟队友的配合 直接把二楼 王骚子秒掉 只剩零枪一个 二楼火一丢 王骚子要被捕了 直接开车来 把假车库攻下 继续来 对 锁定了位置 就有直接开车过来支援 全部贴了 贴没远处的架枪 但是进到了这个防徐里 但是又是喷子 又是喷子 守了 还是有效果的 这个枪确实是炼无敌 人人平等 管你什么杀人王 在我喷子面前 没有什么不同 卡住了 还得倒车 是的 勇士 不过人已经清完了 没什么问题 真是选择到了 天梅这一块 找一个侧面 想要进攻 这个厕所吗 不太行 刚落地 这边插筒先打倒一个 但分数是被 鹿鹿给推了 这没机会 跟石头一样 没进行定了消耗 天梅已经反应过来 留了一个人 是帮忙小海能 架一下头顶的 封了一个侧线的店 焦耀已经把周平安 淘汰掉了 但这波就怕天鹿打得太投入之后 没有察觉到这个侧身有 我还想要从侧面找找机会 这棵树不好 但找到机会出手 放倒了匆匆 但是萨萨一颗手雷 是放倒了牙皮 局势还是三打二 在北红 那一换一 那一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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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淹散的时候小海就没淹起了 但小彤 直驾 四打一了 局势已经啊 又是非常大了 已经 抱闪 好稳啊 小彤这种倒地的